巴萨力争三冠王西班牙马卡报在最新的评论中指出,巴萨很清楚他们这个赛季在做什么,在球队骨干力量超过30岁的情况下,俱乐部知道球员们不能在每场比赛中都竭尽全力,巴萨已经学会了量力而行,合理分配体力,而在大多数比赛中,他们不需要全力以负, 因为巴萨能够在投入不大的情况下赢得比赛,的确,巴萨不实地会遭受挫折,就像对莱加内斯、赫罗那和贝蒂斯的比赛一样,但总的来说,他们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,巴萨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发归自己的最佳水平,在重要比赛中,巴萨就像是一场飓风,能催 鬼对手,欧冠对托特纳姆热次,国际米兰和埃因霍温的比赛都是如此 他们同样对黄马进行了一次大的打击,而周三对赛维利亚,在 球队需要实现逆转的时候,他们也恢复了最佳状态,巴萨知道这是一 场自己必须出席的演出,而他们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,巴萨上演 了一场精彩的演出,在这场演出中,球队表现出色,并不完全依赖梅西 梅西也踢得很好,但事实上每个人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水平,从做出 两次精彩铺就的希莱森到其他13名球员,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做 用,希莱森发挥出色谁是对赛维利亚比赛中表现最好的球员,有 很多,球队有五位球员得分,库蒂尼奥没开二度,在逆转中总能看到 罗伯托,阿尔巴和阿图尔都送出助攻,而拉基地奇则在中场无所不能 最好的是巴萨的整体,巴萨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必须竭尽全力 这就是认为巴萨能夺得三冠王的充分理由,一万